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南太平洋的斐济群岛是一个由300多个岛屿组成的热带天堂 今天再分享一座该地区的优质私人岛屿 Telagica Island Telagica Island位于斐济最北端的瓦努阿岛的北侧 你可以从斐济主岛的纳迪国际机场乘坐45分钟的飞机到达瓦努阿岛的兰巴萨机场 再向东北方向开车1.5小时 最后沿着河流入海乘船短途后便可到达该岛 该岛北林被称为世界遗产的大海礁 它是世界上第三场的珊瑚礁 绵延近200公里 大海礁包含斐济非常丰富的珊瑚礁鱼类 珊瑚物种 海洋植物群和斐济特有珊瑚礁物种 因此 这里也为浮潜 水废潜水 钓鱼和冲浪等海岛活动创造了绝佳的体验 Telagica Island占地53亿亩 岛上植被郁郁葱葱 你还可以在岛上种植本地果树 修建美丽的花园 甚至饲养家畜 Telagica Island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开发 岛上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包括太阳能 一台大型柴油发电机 一个45,000升的储水设施 以及网络服务 这些都为你想要的田园生活 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 以确保你的岛屿生活可以自己自足 除了以上基础建设外 岛上还有三栋现有的建筑 和一个看守人的宿舍 共有五间卧室和五间浴室 斐济风格的平房住宅 由坚固的混凝土建造而成 高高的天花板上带有风扇 并配有浅色瓷砖地板 和深色木材装饰 通风的大房间里 设有一个大厨房 住宅前的草坪 从生活区延伸到水边 在那里 你还可以看到远处的瓦努阿岛的山脉 这些建筑和基础设施于2015年建成 但原业主由于一些原因从未使用过 由一名岛屿管理员进行日常维护 此外 该岛的物业还包括一艘完好的小船 和三台未被破坏的弦外发动机 这座位于热带仙境中的 Telagica Island市永久产权私人岛屿 目前正在出售中 感兴趣的话 欢迎寻驾 我们下期见